这群公子居然挖穿了地区 下一秒 将胳膊搭在车窗上 瞬间就被阳光讨熟 他惊恐地朝车窗外看去 发现天空破了一个大洞 强烈的阳光从洞里倾泻出来 海水也开始变得沸腾 吓得男人赶紧关闭车窗 想要赶快逃离这个地方 不聊轮胎居然被太阳晒滑 就在他目瞪口呆的时候 太阳光造成的热流冲到了桥边 这一刻两米粗的钢筋火花四件 整座桥顷刻间全部崩爬 上面的汽车被掀翻进海里 有些汽车在高温的作用下 还没掉进海里就发生了爆炸 大桥上的民众无一信念 然而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 当那群疯子继续在地心活动时 更恐怖的灾难发生了